本地一家医疗公司获卫生部的批准提供眼角膜机制储存服务 这也意味着眼疾患者往后动眼角膜手术时可取出眼角膜组织并将它保存起来 未来可用来医治老花眼等眼疾 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眼角膜机制属于眼角膜的部分组织是眼睛前端的一层透明薄膜 医疗公司收到眼角膜机制后会先检查标签可清洗 然后再查看有没有任何破损 接着工作人员为眼角膜机制加入冷冻保护剂 然后放入这个设施负150度的冷藏容器 这个眼角膜机制储存设施是亚洲首个 而储存技术是由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旗下的眼科研究所团队研发 团队说人们进行激光视力矫正手术时 可以将原本作废的眼角膜机制保存起来 当年纪大时患上老花眼 患者可重新植入眼角膜机制 降低出现排斥反应的风险 一般来说眼角膜机制可永久保存 20年的储存费介于4000到5000元 目前眼角膜机制植入手术还处于临床实验阶段 已在患有眼疾问题的病患身上试行 一旦未来获批准进行这方面的手术 将改善老花眼的问题 请您订阅明信息